大家好,我是Stan Red Baby昨天公开了回归预告影片 在公开的影片中 播放了Red Baby在2015年发表的 迷你第一张专辑的收录曲 Something Kinder Crazy 然后也出现了Ice Cream KMP中的白色猫蜜 虽然之前就有消息说过 Red Baby完全体会在7、8月份回归 但是在预告片实际公开后 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结果还是要抱着艾丁走 别的成员们太可怜了 红baby成员们都希望艾丁回归 也支持5人 什么叫怕成员们受伤所以骂艾丁 你们根本就不是为了Red Baby 只是想攻击Red Baby 耍大牌道个歉就可以当做没有的话 不也是可以道个歉就结束了 太可笑了 这不就是故意吗 平时还没有解决证在进行中 艾丁已经道歉了 当事人接受了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故意来到Red Baby的天文说这些话呢 对X拼了命的攻击 对出社会后做出暴力行为的艾丁 确实姻缘的气氛 真好笑 标题明明都写的是Red Baby 你就非得要点击来搞砸气氛 不就是不想看到粉丝们高兴的样子吗 能看得出来你的人品 没解散就不错了 没有想过艾丁回归的话 就一定会出现这些杂音吗 真的不喜欢的话 就会连脸都不想看或者是去无视她 非得要进来留恶评的你们也真是 以为那就是争议吗 说道歉了就可以的最傻眼 一开始是因为有证据才道歉的 如果就这样出来 受害者就太可怜了 受害者接受道歉了 也发文说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情了 不就是你不喜欢艾丁而已 不要故意提到受害者 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 如果不是违法而是道德问题的话 犯错的人道歉了 当事人也接受了 以后支不支持喜不喜欢是自己的自由 但是不可以再用那位受害者来当借口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对那个人来说也不是个礼貌 而且如果按照黑粉们的希望 你没有反省只是为了面糊而道歉的话 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再犯下同样的错误的 而那个时候 一定会加倍受到更严重的指责 形象几乎就无法恢复 所以现在真的不需要在这里质疑 道歉是不是真心 对于Red Baby完全体回归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阿东米线邀请IU参与猪打歌的方法 今天7月26号 以新专辑回归的阿东米线 因为猪打歌Naka是由IU合作参与的歌曲 所以现在网友们都非常的期待 而阿东米线在接受韩国一家杂志社采访的时候 妹妹以最后公开的 邀请IU参与猪打歌的方法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请问是怎么样邀请到艺人们合作的呢 第一个邀请的艺人是IU IU姐姐会给参加过自己演唱会的歌手IU使用券 我们这次使用了那个 决定跟姐姐一起合作主打歌Naka之后 恰恰哥哥做了OP送给了姐姐 而OP这首歌 现在IU的真伪专辑来了公开了 所以这首歌是恰恰做给IU的歌曲 好厉害 哦 IU使用券 好可爱 啊 所以吉利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叫了IU 能跟我家IU合作的话就太好了 虽然说是使用券 应该就是说需要帮忙的话就会报答吧 可可可 我也想要IU使用券 因为是我的新生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코로나 코로나 욕해도 돼요 Fuck you 코로나 코로나 욕해도 돼요 哦 해줘 코로나 Fuck you 我 是 那我真正在讨论下来 那我真正在讨论下来